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头条速递 我是易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在国际方面的重大消息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去关注到福利宾总统访美方面的消息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联合两党领袖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5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华盛顿 声明指出 我们欢迎马克思总统来到美国 我们两国正在深化这一重要的伙伴关系 我们很高兴我们两国正在通过扩大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联合安全 该协议增加了四个新站点 以加强美国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 这几位众议院的两党外交领袖在声明中还指出 美国和菲律宾还应该通过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南中国海的破坏行为 表明两国对于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的共同承诺 同时声明指出 在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联盟现代化时 我们希望这一次访问能够促进我们在贸易 能源 民主和人权等领域的合作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抵达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之前表示 他不会允许菲律宾成为军事行动的中转站 不过马尼拉最近允许 华盛顿进入菲律宾的更多军事基地 北京称这是在为地区紧张局势而攻火 华盛顿督促北京停止在南中国海 骚扰菲律宾船只 而北京已表示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处理 有关国家的海上分歧 同时警告华盛顿不要干涉台海事务 以及南中国海的声索争端 马克思与美国时间星期日下午抵达华盛顿 开始为期五天的工作访问 他相信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会晤了美国总统拜登 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美国之行 就在马克思总统启程之前 美国与菲律宾在南太平洋 完成了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该项演习38年历史之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 再来关注到的是韩国经济方面 韩国出口4月份连续7个月下跌 这是三年来韩国出口持续时间 最长的颓势 主要原因是对于中国出口持续疲软 和全球需求脆弱 对经济持续造成巨大压力 据路透社报道 尽管作为韩国产品 尤其是芯片的一个主要市场的中国经济 自去年12月重新开放 但是这并未帮助韩国扭转出口下降的趋势 韩国政府星期一 5月1日所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 作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 韩国今年4月的海外销售 同比下降14.2% 降至496.2亿美元 高于今年2月下旬 所下降的13.6%的跌幅 报道还指出 在全球增长减缓之际 这是韩国出口三个月来最糟糕的下跌 强化了韩国国内经济最近出现的努力挣扎 开足马力的迹象 韩国贸易数据的细分表明 对中国出口暴跌26.5% 连续11个月的下跌 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4.4% 是三个月来首次收缩 而对欧洲的出口则是上升了9.9% 依产品分类 半导品出口下降41% 是连续9个月直线暴跌 石油产品下跌27.3% 是汽车出口则暴涨40.3% 韩国政府贸易部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出口下跌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延迟 和半导体产业的疲软 其他因素包括工作日减少和高基数效应等 韩国四月份的进口下跌13.3% 降至522.3亿美元 比经济学家们预测的10.6%更要严重 是2020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此前三月份则是下跌了6.4% 据报道表示 韩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为26.2亿美元 尽管这是去年6月以来最小的逆差 但是这是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连续第14个月遭遇贸易逆差 继1995年1月至1997年5月之后 韩国再一次出现贸易逆差局势持续一年以上的情况 韩国银行预测 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疲软减换 以及中国经济复苏的影响 韩国的经济今年下半年将会有所改善 再来关注到美国银行业 摩根大通以106亿美元收购 遭接管的第一共和银行大多数资产 并承担所有存款 美国财政部表示 对能够存款保险基金付出最低成本 所有存户获得保障之下 解决第一共和银行的问题感到鼓舞 财政部认为 当局采取果断行动 以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强调银行体系仍然稳健及资本充足 财政部指 有迹象表明 目前的信贷问题并不是系统性持续 或正在恶化之中 当局正在密切监测金融不稳定 及金融业风险蔓延等等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监管机构为促成出售第一共和银行 而采取的行动 保障了所有存户及美国纳税人不受影响 确保银行体系安全及健全 他已再次呼吁 加强对于大型及地区银行的接管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 第一共和银行严重管理不善 将被追究责任 他说 监管机构采取果断行动 接管第一共和银行 并促成收购 保证存户及确保银行体系保持稳定 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 Patrick赞扬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迅速行动 接管第一共和银行 并促成收购又表示民众应对银行存款安全保持信心 最后关注到的是苏丹战争方面 联合国官员指出苏丹冲突 双方同意派代表参与谈判 苏丹政府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再度延长停火72小时之后 战斗仍未平息 虽然停火再次受挫 但联合国驻苏丹特使佩尔特斯表示 冲突双方已经派出代表参与谈判 而谈判地点可能是沙特阿拉伯或南苏丹 佩尔特斯表示 如果冲突双方实现谈判 这将会是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重要的进展 谈判将会首先集中讨论达成稳定和可靠的停火协议 但他承认要让冲突双方遵守真正停火的规定 仍然还存在巨大的挑战 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建立一个 包括苏丹人和外国观察员在内的监察机制 另一方面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警告 苏丹持续的冲突可能迫使超过80万人逃往邻国 他们正为此做准备应对 并希望情况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但他一警告 如果冲突不停止 将会看到更多人被迫逃离苏丹 以寻求安全 以上就是本档头条速递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